I'll st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唱生日快樂歌 台下陣仗卻很不一樣 這是天道某某主鐵霸的50歲獸業 為他祝壽的 就是知名直播主蓮千億 絲毫不必會摘黑 因為他過去確實是竹聯邦大哥 在2011年暴力討債招待 後來扣著臉書積極轉型 洗白化身為臉書直播主 很主席 七八七十萬 七八七十萬 從天上飛到地上跑 還有海上的遊艇 每次臉書直播開賣 蓮千億成功炒熱知名度 創下觀看人數超過四萬人 只是人哄卻惹出多起爭議 我就沒得罪你吧 你不爽就叫我不要開直播 今年四月因為這場直播 蓮千億動用私刑 找罵他的酸民吃漢堡 教訓人卻嗆下三盧地區的黑道老大 讓小弟們不滿開戰 蓮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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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幾名二煞 姿勢示威 不僅放跑還噴漆 蓮千億 蓮千億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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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卻鄰近總統府的重慶南路上 警方絲毫不敢大意 高天穎早迅速將人約談刀案 蓮千億公開道歉 強調自己喝酒勿事 反觀蓮日在高雄 蓮千億引起多起衝突事件 高雄市警局卻無法有效壓制衝突 還彷彿縱容惡煞繼續鬧事 鬥致高雄治安敗壞 連警政署長陳嘉欽都震怒 不但痛疲高雄市警局通家檢討 19號一早也命令刑事局長黃明昭 直接能下指揮 市長韓國瑜帶頭衝2020 交道成局重用的市警局長陳有愧 讓惡煞連日作亂 是無能還是刻意放水 都已經讓高雄治安蒙上陰影 記者台北高雄綜合報導